很多粉丝宝宝问100克豌豆粉可以做多少 看好了 整整做了这5碗 首先把100克豌豆粉倒入锅里 再加入1000毫升黄河水 一定要搅匀至5克力再开中小火煮 这样是没熟的 这样猫搭泡菜熟了 然后再继续煮个5分钟就更劲到了 倒入大碗里常温放凉 凉透后再用买豌豆粉送的瓜子刮成条 Q弹爽滑又劲的 不会做调料的看这个配方 100克做出来的一家老小吃刚刚好 用吃不完的蛋挞皮来做三道入营料理吧 擀好的蛋挞皮切成硅程的正方形 撒上白糖上下对折两次 中间再折起来 缺成一厘米框的厚片 再撒一点白糖 150度烤20分钟 第二道蛋挞皮里刷上一层番茄酱 放入苏菜粒 培根 虾仁 植树碎一定要多来一点 200度烤上20分钟 用罗勒碎点汁一下 一口一个的海鲜培根披萨就做好啦 蛋挞皮压扁之后直接烤 就会变得非常的酥脆 在烤好的挞皮中间挤上奶油 叠上一层挞皮 放上喜欢的水果 我用了草莓 蓝莓 还有芒果的 打包起来准备出发去录营啦 春天的气温刚刚好 微微的凉风 搭配着蝴蝶酥小蛋糕 真的是太惬意了 快 做给你爱的人吃吧 好多粉丝问一包豌豆粉能做多少 看好了足足九碗 就这九大碗都过聚餐了 先把一包豌豆粉倒入锅里 再加入2000克水 充分搅匀再开火 小火不停地搅拌 煮熟关火再搅30秒就可以了 倒入大碗里放置凉透 趁这个空再来调个料汁 凉透后QQ弹弹 再用买豌豆粉送的刮刀刮成条 浇上料汁即可 松软绵密到会 咚的蛋糕你吃过吗 先在碗里打入九个鸡蛋 将蛋黄捞出来备用 蛋黄糊最关键的就是油温 趁热塞入低筋面粉 搅拌至丝滑之后 再倒入牛奶蛋黄搅拌均匀 蛋白打发的时候 记得加点柠檬汁去腥 打发的关键有两点 厨具记得要无水无油 白糖要分次加入 先将三分之一的蛋白霜 加入蛋黄糊中 搅拌均匀后倒回去 继续搅拌 模具里记得要铺油脂哦 防止闪粘 用巧克力酱在表面划出条纹 再用牙签来回划动 除了好看之外 还可以蛋糕加了一点巧克力的风味 烤盘里倒入一点开水 用水浴粉来烤 表面不容易开裂 膏体也会更加的软糖 然后就可以脱膜啦 轻轻一拍 这个蛋糕都会抖起来 这样做出来的蛋糕 口感绵密香浓 你听 甚至还能听到气泡破裂的声音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 我敢说 这么香浓丝滑绵密的芋泥 你肯定没吃过 大颗的粒谱芋头去皮 切成片 蒸的时候记得加几块紫薯一起蒸 芋头和牛奶的比例是2比1 喜欢吃甜的可以多加点白糖 不停地搅拌捣碎 其实像这样就可以了 但是精益求精 所以过一遍筛 让它变得更丝滑 锅里融化60克的黄油 把芋泥倒进去 再加入60克的淡奶油 小火不停地搅拌 直到它们充分地融合 浓稠度也可以自己控制 喜欢吃绵密一点的就多煮一会 你们看 没有加姿势都能变成瀑布 你们就知道它有多丝滑了 按这个配方做出来的万能绿泥 甜度刚刚好 一点都不为你 临时可以像这样 绿泥打底 小火冰块 牛奶 也可以做吐司绿泥蛋糕 我最喜欢的还是冻起来做相遇冰淇淋 快 再给恋爱的人吃吧 三十多度的天 你要是还没学会这个凉拌菜 那可亏大了 一根水灵灵的黄瓜用力拍点 再切成段 加木耳腐竹 两毛钱的卤猪味 洋葱 蒜末 小米辣 食盐 白糖 生抽 橙醋 好吃的关键少不了这款成都红油 拌啥都好吃 再来点葱花 花生米 拌云即可 这样做的凉菜一上桌就抢光了 谢霆锋也太会做东西了吧 研发的这个面也太好吃了 让你有手就能做出外面的味道 因为用黑胡椒和海盐煮面 所以不粘连有底味 而且这一盘的肉也很多 是不是都是肉 我没有额外往里面夹哦 真的很过瘾 夏天爱喝的苦瓜汤 要怎么做才能肉片滑嫩 苦瓜不苦呢 首先树上摘来的苦瓜对半切开 用勺子刮去中间的白嚷 然后洗刀切成薄片 用盐水浸泡10分钟 这才是苦瓜不苦的关键 切好的梅花肉加盐 料酒 红薯淀粉拌拌均匀 水开放入肉片 倒入苦瓜煮2分钟 加盐鸡精 香油调味 有条件的放点葱花枸杞 清乐结属超好喝的 就这个白嚼生菜 让我一天吃四顿都不腻 做法也特别简单 碗中放蒜末 葱白 红椒丝 热油鸡发出香味 好吃的关键是放这个调制好的白嚼汁 搅拌均匀备用 水泥放适量油和盐 这样生菜才能翠绿不变色 放生菜烫11秒就可以捞出装盘 再淋上调好的酱汁即可 鲜嫩爽脆 你也试试吧 想让孩子大口吃菜 10分钟就能搞定的早餐鸡蛋饼 有菜又有蛋 营养真的是绝了 甘蓝切成细丝放进大碗里 再加点胡萝卜丝 打一个鸡蛋 一勺面粉适量盐 搅拌均匀 用这个四孔煎蛋锅做早餐 省时又省力 打入一个鸡蛋 小火煎到鸡蛋熟透两面金黄就好了 有20斤的树根 能做出多少专出呢 清洗好的木薯 少去外皮 用剁骨刀切成小块 越小越好 原来是像这样子一点点敲的 但是实在太硬了 打成用破壁机 起点要加点水 放进烧布里过滤 少量多次都比较好挤 我一共做出了这么整整一大桶 沉淀一往上 把上面的水分给倒掉 最后底下留下的 就是木薯粉啦 刮起这一层非牛顿液体 铺在纱布上 尽量平整一些 塞上两天 用小锤子把塞干的木薯粉 一点点敲散 再用盐波 研磨成细腻的粉末 过个筛 还记得前几天做的珍珠粉吗 今天就用珍珠粉来做珍珠 清水加入一点白糖 少至沸腾 粉和水的比例是1比0.7 使劲揉成光滑的面团 这个小秒灶做丸子特别的好用 用蒸盘一压 小刀一刮 倒进平整的盘子里 再撒上一点木薯粉 来回左右滚动均匀的裹上 水开倒入珍珠 大约煮个10分钟就可以了 记得要过一遍凉水哦 这样做出来的珍珠才会更透亮 珍珠打底 倒入满的冰块 加点杯母粉 倒入红茶 搅拌均匀 六刮一裁的贼好看 剩下的木薯粉 简单的密封保存就行 你们来测测看 这一刮到底有多重呢 快 做给亲爱的人吃吧 一块巧克力 盖面包片 扣下来个圈 蘸蛋液 裹面包糠 六成油温下锅 炸至金黄冒泡出锅 美味巧克力派制作完成 520 你们想好送什么了吗 我觉得送土豆就挺不错的 把土豆切成小块 把它们放进锅里 水记得要加少一点 一勺盐 一勺橄榄油 煮出土豆的味道 剩下的土豆 下次用来做土豆泥巴 我们要吃这个土豆水 重新起个锅 加入土豆淀粉 小火不停地搅拌 直到变得浓稠 转进裱花袋里 然后挤在油纸上 用勺子铺平擀薄 还有一部分挤进长条形的模具里 120度先烤上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之后发现还是有点湿 所以我们再加一个小时 看看这金银剔掉的薯片 薯片差不多了 但是薯条有点失败了 仔细看了一下 形状不规则 而且烤不干 拿出来很快就粘成了一坨 还好我又剩几个土豆 重新煮一锅土豆水 拿出以前做好的葛根粉 葛根要比土豆淀粉更浓稠 具体的比例我放在屏幕上了 同样的小火边搅拌边煮 装进裱花袋里 再次挤到模具里 吸取了前面的教训 这次我们烤久一点 边缘可以轻松脱模了 但是中间还是没烤干 再加一点时间 超酥脆超有趣的透明薯条 也做好了 不仅仅是透明而已 它还特别的酥脆 重点是热量还低 一盒琉璃薯条的热量 还没一根普通薯条的热量高 快做给应该人吃吧 哇 这个饼怎么那么好吃呢 哇 这个太好吃了 真好吃 黄老师 这个饼叫什么呢 如果要买的话 买不到 没有 没有 你就买我吧 这饼太好吃 好香 哇 是吧 哇 绝了 这就是这样 这完全就是餐厅你做 的